记者蔡宗献屏东报道,参丁国家公园目前正进行四通,第四次通盘潜讨,审查,上周五营建署第一次审查会议,列席的恒春明代语居民为了地方权益在会议中唇枪舌剑激战,引发不少关注,陈管处强调,四通至少放宽300公顷林地变为农地,希望11月审查完毕后,兼顾土地公平正义及永续发展。 陈管处这次通盘潜讨一开发强度不同,保障原有建地建物前提下,将一般管制区重划三个次分区,公有的及生态敏感区域列为管三,高强度商业利用的墾丁大街列为管一,居民传统生活区的聚落列为管二。 多数民众生活的管二区域,除了原有的农地,常遭居民诟病祖先的农地变成林地,无法跟作部分,再次通将全数恢复农地,粗估超过300公顷以上受益,除了能跟作使用,兴建农舍部分人以农发条例申请。 至于唯一的管一地区,肯定大街周边,现行三楼,十一公尺,渴望放宽至五楼,十七公尺,并搭配相关回馈或配套措施。 至于生态重点的管三区域,则会更严格管制,并考虑增设海域保护区,搭配社区生态旅游管理。 对于肯管处释出与当地共融的善意,居民大多乐观其成,居民阿诚说,肯管处早年胡乱滑舍,变耕的墓,影响许多祖先,留下的农地。 这次变革终于符合人性,未来希望把人居住的部落滑出国家公园,肯管处管理生态保育地区就好。 肯管处处长流培东指出,自通除了保护国家公园生态资源,希望对当地居民原有经济行为保障,未来灌二聚落发展至一定规模,有机会升级为管一用地,由气区整体规划的仪,也能纳入周边土地规划,让居民生活与生态保育双赢。